因为山火,今年的4月开始的有些沉重。 截至目前,四川梁山森林大火中,已有31位英雄壮烈牺牲。 山西沁援森林火灾中,6名消防员牺牲,也被批准为烈士。 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。 扑灭山火,其实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。 除了我们,美国同样也因为森林面积巨大,成为山火的高发地区。 就在2018年11月,美国加州就发生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山火。 烧死86人,失踪200余人,烧毁房屋两万多间,经济损失无法估量。 另外在2013年,亚利桑那州亚内尔山大火中,也有19名消防员,因为扑火而牺牲。 这19名消防员,隶属于格拉尼特山高手队。 他们是前美第一支获得国家级先锋队的最顶级消防队。 队员中几乎全都接受过海军突击队式的训练。 可尽管他们个个身经百战。 专业水平无可挑剔。 在无情的山火面前,依然几乎全军覆没。 格拉尼特山高手队,共20人。 只有一名望风员幸免遇难。 这次事故也是美国自911事件以后,牺牲消防员最多的一场事故。 亚利桑那州连续19天,将半旗致哀。 这起事件后来被拍成了电影。 于去年上映,名字就叫勇往直前。 在这部电影中,完整记录了格拉尼特山高手队,是如何在扑灭山火的过程中遭遇不测。 最后壮烈牺牲的。 其实他们牺牲的原因也很简单。 就是因为火场风向突变。 大火扑向消防员。 最终导致消防员无处可逃。 这一次造成我们梁山大火悲剧的。 同样也是这个原因。 由于方向突变,导致大火改变方向。 消防员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。 就已经被大火包围。 所以即便是在专业的消防队。 在大自然面前,也只能算是班门弄斧。 电影中除了记录最后那场致命的大火之外。 更多的部分其实是在讲述格拉尼特山高手队队员们平日里的生活。 在这一部分中,他们不仅仅是后来新闻里的英雄,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 他们有自己的家人孩子。 有挂面的女友。 也有自己的疲惫和恐惧。 他们会开玩笑。 会互相镖黄段子。 也会互相鼓励。 展露铁汉柔情。 电影中蛛虫展现了两个人物。 第一是队长埃里克。 片中把他刻画得十分偏执,又不尽人情。 因为他不会和上级搞好关系。 所以尽管格拉尼特山高手队的业务能力无可挑剔。 可在电影前一半的时间内。 他们还是一支二流消防队。 后面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考核升为先锋队的资格。 他又因为一意孤行与考核观爆发冲突。 不欢而散。 索性最后埃里克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队员们成功扑灭了大火。 这才打动了考核观。 从一支二流消防队,一下成为了全美第一支国家级先锋队。 但埃里克在不尽人情的同时。 他对于扑火,则是发自内心的痴迷。 为了全身心投入消防事业。 他甚至在婚前就跟妻子说,自己结婚后不会要小孩。 在电影中,妻子也因为这件事和他几次大吵。 片中另一位著重刻画的人物是布伦丹。 在进消防队之前,他是一名隐君子。 还因为道谢罪入狱。 连亲生母亲都把他逐出家门。 后来他搞大了别的女孩的肚子。 女孩也不愿意让他负责。 布伦丹的人生,原本一片黑暗。 可在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后, 他决定要为女儿重新活一次。 所有人都放弃了他。 只有队长埃里克给了他一次机会。 身体素质极差的他,也拼死完成了考核。 加入消防队让布伦丹重新打开了生活的可能性。 他戒掉了毒瘾。 强健了身体。 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存在感。 他的实际行动,最终打动了女友和母亲。 靠住自己的努力。 布伦丹终于又重塑了一个和美的家庭。 可随着女儿越长越大。 母亲时常因为森林消防员的工作太危险。 让他转岗。 在犹豫再三之后, 布伦丹终于鼓起勇气, 向埃里克提出了转岗申请。 布伦丹为家庭做出的考虑。 让埃里克也反思了自己的人生。 因为消防工作。 他亏欠妻子的实在太多。 于是他也决定, 第二年就辞去队长的职务。 正是回归家庭。 但他自己也不会想到。 自从他和队员们上了亚内尔山之后, 就再也没机会再下来。 布伦丹、埃里克都知道消防工作有多么危险。 也都萌生了退役。 但意外就是这么猝不及防。 电影中极力的不把任何一个角色刻画成圣人。 他们就是不完美的普通人。 他们会胆怯。 也会在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之间权衡。 其实也正因如此。 他们的牺牲才更显厚重。 电影之所以会把消防员们刻画成普通人。 就是想要提醒我们。 他们不是钢铁之躯。 没有铜墙铁壁。 他们每一次上山之前, 也都带着恐惧。 每一次听到家人的劝说, 也想过放弃。 但真等到山火肆虐时,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上了。 当年奥巴马在这场火灾后的宣告中, 把所有牺牲的消防员, 尊称为英雄。 近日的网络上, 我们也发起了大量的悼念英雄的活动。 英雄是什么? 英雄大概就是在那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日子里。 替你负重贤行的人。 我们永远要知道。 那些牺牲自己家庭守卫我们家庭的人。 也有家庭。 那些用自己的生命, 保护我们生命的人。 也热爱生命。 他们就是英雄。 电影中最催泪也最让人意外的。 莫过于最后二十分钟。 那些消防员们, 对于自己生命的临终毫无感知。 直到最后一刻, 他们还坚信自己能扑灭山火。 能和亲人团聚。 导演也并没有把重点戏, 放在怎么表现这场山火上。 从风向秘转到火烧到消防员跟前。 时间只过了短短几分钟。 在现实中, 生命的逝去, 的确也往往如此。 没有什么浓墨重彩的铺垫。 意外只在一瞬之间。 如果这不是一部根据事实改编的电影, 片尾一定会有一架直升机冲入火海, 救出所有人。 但现实比电影要残酷得多。 当医疗队的直升机找到他们时, 19人已经全部被大火烧焦。 对于一般好莱坞英雄电影, 这看似是一个极不英雄主义的结尾。 但在那一片焦土上躺住的19具遗体, 恰恰又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英雄主义。 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, 依然爱它。 无论是2013年的亚内尔山大火, 还是我们这次的木里森林火灾。 扑灭山火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。 而且一般来说, 山火是不太可能被扑灭的。 唯二的办法就是, 挖隔离带河以火攻火。 所以说, 山火一旦爆发, 青则是烧山毁林, 重则死山成群。 后果极其严重。 而我们能做到的, 除了悼念和祭祀之外, 也应该确实地注意防火。 同时, 不要在网路上散播恶意。 之所以会这么说, 是因为近几天, 网上有大量荡念英雄的活动。 但同时, 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 比如, 美国就是人油山火烧, 没见死这么多人。 我们的消防员不够专业。 要是美国的消防员专业得多,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相信看完这部电影, 你就会知道, 无论哪个国家, 也不会是任由山火烧。 这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。 那些用键盘灭火的人, 大概不会知道山火内部2000度高温的恐怖, 也不会知道有时因为风向。 消防员们不要说是灭火和行走, 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。 在网络上指手画脚是一件成本极低, 又能快速获得满足感的事。 但做这件事的代价, 他们没有考虑过, 也从来不去承担。 天灾不可避免, 那就让人与人之间的恶意少一点。 现在还只是四月, 酷暑深秋都是火灾高发期。 一年的消防工作, 其实还刚刚打响。 对于我们来说, 防火意识应该警钟长鸣, 同时也愿英雄们自有天佑, 每次出秦都能平安归来。